奥沙利文,斯诺克能拥有罗伯逊真好,他已足够优秀 上周日晚间,尼尔·罗伯逊在亚历山大宫举行的大师赛决赛中 以10比4击败巴里霍金斯,获得了克人第二个大师赛冠军 在接连战胜安东尼·麦克吉尔和罗尼·奥沙利文后 罗伯逊在半决赛中与马克·威廉姆斯进行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较量 他在威廉姆斯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联赢三局 并通过做出两杆斯诺克罚分,取得了决胜局的逆转 这场半决赛的精彩和反转,彻底点燃了亚历山大宫的热情观众 奥沙利文一直是罗伯逊的忠实粉丝 他在罗伯逊半决赛战胜威廉姆斯后说 他真的很棒,他谈吐得宜,打得又非常好,能够拥有他 对这项运动来说太棒了,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这非常好 在罗伯逊赢得大师赛冠军后 奥沙利文再次表示出了对罗伯逊的钦佩 但奥沙利文说,这位39岁的老将太过优秀 但不会再有任何成绩上的敬意 这显得他的恭维略有些奇怪 奥沙利文在接受欧洲体育采访时说 他亲历于斯诺克运动,热爱斯诺克运动 甚至当他跌出巡回赛并身无分文时 他都说我要回去再试一次 这是对他个人能力的坚持和信心 他一定知道,我可以比现在打得更好 他有着笔直丝滑的出竿动作 他总是能打出很多不可思议的球 他一定知道他有能力打好球桌上的每一颗球 他只是要学习安全球的走位和打法 他从斯蒂芬亨德利那里 得到了一些关于如何取得连续得分的建议 他不会变得更好 但是当他足够优秀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变得更好 你只需要继续保持并管理好现有的一切 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尝试和改进 很多时候你只是要微调而已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参赛行程 选择性的参加重要比赛